小鎮师傅 尊贵的会长 尊贵的所长 尊贵的各位法师同学 大家下午好 下午吉祥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探讨 关于这个慢引发的 随烦恼 狂 交产 那么对于这些 随烦恼的认识 我们如果更清晰的话 就可以更好的去降服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主要 去探讨一下 这些随烦恼的整性和危害 首先我们看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以前跟大家 学习论文的时候 已经学习过了 好 这张表格在这里就不再一次 重复的讲了 那么关键是我们现在一一的来讨论 这个狂 交 缠 它的具体的展现 这张表格主要是让大家明白 经典当中确确实实有对它的这种定义 在论当中确实有对它的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探讨慢 引发的这个随烦恼 狂 就是 狂惑 好 盛师傅帮我往下反应 好 首先是这个狂 狂主要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就是这种狂惑 就是欺狂啊 迷惑 再就是 狂妄自大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烦恼 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往自身上 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展现 这些 烦恼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同步的思维 好吧 我们自身有没有展现这些 我先来说一下 在网络上啊 我以前看到很多信息 那时候不懂 甚至觉得有的女的很傻 怎么会这样呢 她想狂 有的男的对她是不是真心 是不是在乎她 因为女的都希望对方在乎吗 是不是能够为她去复去 复出 她想啊 想知道 她就会怎么做啊 她就去自残自害 残害自己 甚至还有的 跳楼的 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看这个男的 有没有什么反应 那么这个 其实是在干什么呢 大家看 她这样子是在干什么 就在狂惑 狂出来 看她 是不是 对我真心 如果说 没有达到自己 想象的结果 就会伤心欲绝 甚至有的还性命不保 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这些信息 其实人就是非常愚痴的 你说你遇到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是遇到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其实都是你的意 但是因为你这些烦恼 展现 你就会常常做出这些傻事来 就狂惑别人 另外就是 现在很多商家呀 都习惯用一招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上当过啊 我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有的店家呀 他就打出广告来 你进去什么什么服务是免费的 而且 有的项目 那个服务的价目啊 非常有诱惑力 因为平时 他价格很高 是不是 现在价格突然降得很低 但是结果你进店消费的时候 他会找出种种的理由 或者说这个不是 在这一条 这个项目之内 或者是说这种优惠啊 已经过期了 结果别人就吃了个哑巴亏 有的还要付出一笔不小的消费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什么烦恼啊 就是狂惑 欺狂啊 迷惑别人 是吧 关心上当了啊 因为好多店家就是用这一招 那么我们自身有没有 就自身去狂惑别人 有没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 还有好多夫妻之间 聊天发信息 你狂我 我狂你 为什么这样去狂啊 去欺狂啊 甚至有的还用别人的号啊 冒充别人的这个名字 去欺狂 看对方是怎么反应 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类的信息 所以不学一点佛法 真的活得很痛苦啊 就是我这样说 看一下他有怎么样的反应 是不是 如果说 他的反应 训音了自己 就证明 这个人对我还是挺好的 至少他心里有我啊 如果说没有训音 自己的这个烦恼 就开始找茬 一哭二闹 三伤调的 这个都是在夫妻之间 用这种欺狂的手段 其实狂来狂去 最后缘分都狂美了 很可怜呢 大家想一下 世间人真的是非常可怜 本来他们也想好 但是为什么没有好起来呢 就是方式方法用错了 颠倒之颠倒见 那么我们自身 有没有去欺狂别人 我就有 但是有时候 我不好太直接 是吧 我的方式方法 就比较隐秘一点 我先给你一点甜头 让你得一点好趣 得到好趣之后呢 我再跟你谈条件 你能帮我做一点什么吗 我很需要你帮我做点什么 那么别人又不好意思拒绝了 因为得了你一点好趣 是吧 那么你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实我这样用的就是一种什么 欺狂的手段 好 以此类推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 你还有哪些这些烦恼的阵线 因为你对这些烦恼不认识的话 你会觉得我挺好的 至少不会有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的话 佛经当中说就是什么 禽兽不辱啊 说的真的很耻辱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说说 借助你们的智慧之光啊 我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自己的烦恼 还有没有啊 比如说有时候 本来是不想把某一件事告诉别人 但是 又不好这样直接去说 是不是就想另外一个招数啊 欺狂别人 我不想跟你说 是因为怕说太多了 怕你担心呢 以这个借口 这个理由啊 来狂别人 实际上是想什么 是想别人不知道 想隐藏 甚至有时候 这个欺狂啊 还容易 造另外一种意 复藏 是的 当然这个根本呢 就是这个 贪心引发的 有这个贪心就会上当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能去占什么便宜啊 那些商家比我们聪明多了 哦对 还有这个奇杂电话 奇杂电话 我前几天也接到了一个 是香港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就想怎么会香港给我打电话呢 他说我的什么一个包裹啊 一失了 他说要给我把钱退回来 我就想 我又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哪里有这么好的人给我把东西退 这个钱退回来呢 一般的都是除了问题 我们举动跟商家联系的 跟客服联系的嘛 我说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跟客服联系啊 他说哦 你跟客服联系也是一样的 客服也要跟我们联系 他说这个是快递当号啊 你查一下 赶快进去查一下 他说我们可以双倍的陪你 我当时听到这个双倍啊 我真的有点心动 但是我想天下没这么好的事吧 怎么人家会这么好 一般的都是你找到 他才理你 甚至有时候找到他都不理你 最后才知道就是欺骗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总是有这个贪心 一贪心就上钩了 我听说以前 好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类贪心上当受骗了 甚至几万几十万的就掉进去了 而且很多都是境外的 你最后查都没办法查的 我后来我就不接嘛 陌生的我基本上是不接的 因为我那天是看到香港打来的 我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事 所以这些人很高明啊 一般的我是不会接的 因为接的没有意义 我是想如果说真的你有重要的事 你不会只打一次 是吧 后来那个人挺好玩的 我说我现在没时间 他说你在上班吗 我说我这一下确实没时间 他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说我中午十二天有时间 你给我再打过来 后来他就不敢打了 就是为了骗钱的 所以我们一定小心一点 不要上当了 尤其现在快到年底 很多这种骗骗的现象 是的 外表去狂惑众生 让他们看到自己修得多好多好 让别人对自己信任 让别人尊重 我也有我同惭愧忏悔 但其实自己啥都没修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修行 我同忏悔 同情境 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呀 叫什么 说这一类是什么 金苍蝇 外表很好看啊 内在的 什么都没有 甚至恶心人的东西 好 我也法乐忏悔 愿同忏悔 同情境啊 能够早日的 有真实的修行 那么我们其他的同学 有没有呢 是个七狂 大家有没有在福田 去七狂 上学的时候啊 七狂老师 我记得 有时候想做一些小动作 七狂老师啊 装着急认真学习的样子 但是私下里在干什么 在做小动作 看故事书啊 甚至一结果 有时候坐着坐着 在那里打妄想 还听得挺认真的 两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 还有七狂父母的 跟父母说啊 我要去哪个同学 哪个同学家学习 因为节假日啊 或者是寒暑假 结果跑到别人家 去玩去了 这个都是在父母那里七狂 大家知道 在福田去是什么 等留国 很可怕啊 等留国 那么以后 说的果报就是 生生世世啊 说到别人的这种七狂 所以好多人就不明白啊 为什么别人总是骗我呢 那你遭做了多少 七狂的因呢 如是因 如是果 是的 冠冕堂皇 说是为别人好 怕别人生气 那么我们仔细剖析一下呀 就是因利不争 果着于去 自以为很聪明 结果是聪明反备 聪明误 是不是 所以有句话叫做 聪明绝顶呢 不予 宅心 仁厚 还是老实一点 好啊 好 好 愿我们都忏悔 清静 好 中午师傅在说 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 前面几个朋友坐好 挡着我们几个后面 搞吃的 偷偷地吃 你胆子比我要大一点 这个我还有一点不敢呢 这个很容易一下就捉住了 但是看故事书 有时候没那么容易捉住啊 因为前面有书挡着嘛 读书的时候 前面不是堆着高高的书吗 现在上面还压着一本书 所以不容易发现 你这个胆子比我要大一点 好 因正师傅说 狂语 言过其实了 就带着欺骗 哦 是的 因正师傅这个 一语重底啊 是言过其实 实际上 你做的没有说的这么好 但是往往说的 就比做的要好 好 说话天油加醋 善风点火 给人感觉很不老实 别人耳根圆 经常就听得晕呼了 因为人都喜欢 这种捧的感受啊 捧的感受很舒服 好 我也同唱会 同情境 同大悦 哦 好 愿我们的周末师傅 越来越灵气啊 好 关心说偷家里面的东西 是吧 不愿意承认 是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 7款啊 很容易引发什么 腹藏 腹又是另外一种 随烦恼了 很容易 引起这种 腹藏的烦恼 你这个不承认 你就已经是腹藏了 好 我还有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成绩也不是很好啊 有时候考试没考好 哎呀 又怕回家 父母又呵斥 有时候就找理由 找借口啊 说是老师改卷 少给我分了 其实没有 这回事 是不是 但是就故意这样7款嘛 就这样说 甚至还有 很恐怖啊 现在想起来 改卷子 把卷子上面的分数 图改一下 改成几大案 不知道大家有 比如说 2我可以改成什么 2可以改成8吧 3也可以改成8 还有5也可以改成8 6也可以改成8 1可以改成几啊 改成7 0 0也 0可以改成6 改成6最容易改 反正就往高的改嘛 所以说 我惭愧忏悔啊 细细想起来 真的是很可怕的 有时候 10就不好改了 你比如说 你读小学 总分才 才100分啊 你一个10 那有一点不现实嘛 除非高中的时候 有100几十分几十分的 不过高中 这些就 做的比较少 有读小学的时候啊 就容易这样干 因为读小学 成绩又不好 再加上 我的堂妹 比我成绩又好 是吧 有时候就很难看 我又是姐姐 成绩还不如她 所以这些事啊 都是在期盘 已经炉火群情了 很恐怖啊 小时候就这么恶劣 当然你不用了 你从小就聪明 理力就不用了 读书的时候 为了蒙混 得高分啊 还有招数 所以招数想的太多了 太 真的是很耻辱啊 比如说有的答案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 不是有时候是 写ABCD 不能确定的时候 就把这个D啊 有时候写成B 或者是把B啊 写成D 你就看上去 又好像是B 又好像是D 就是 反正我总有理由吧 就看老师 你怎么看 都有可能 但是我也可以 增一下呀 我这个也挺对的 读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 素水课 不是有个同理 同理可真的吗 好 我搞不来 我就 有个同理可真 反正其实你根本就 推不上去 我也同理 很恐怖 所以说这些心思啊 这些脑子啊 都放在 这些烦恼这一块了 好 我说出来 也是同步的惭愧 忏悔啊 因为 身口一一动 就是一个种子 这些种子啊 以后生根发芽 都会结果的 是啊 同理可真 其实你根本就没推理 但是同理可真 搞得最后 我们的素人老师就很好玩 她是个女的 她就怕我们总是同理可真 她最后每一次 她就把那个理呀 都推出来 她说免得你们都 丢下两个字 同理 她说我现在就怕 看到你们这个样子 让老师都感到害怕 好 那么大家想一下 还有没有 我们就 捐题的来研究 这个 哪一种烦恼 是怎么展现的 比如说有时候啊 跟大家学习的时候 哎 有的字 读不来 是吧 那么就 故意咳嗽一下 来 掩饰啊 掩饰自己的这种尴尬 或者是读错了字 让别人感觉是什么 啊 我是 咳嗽了 是不是 所以才 不是因为 我不认识这个字 我叫不准 我读错了 反正就是用种种的方法吧 就像刚才 中文师傅所说的 把自己违章好一点 目的其实是什么 就是欺狂 甚至之后 说不来了 赶紧就 卷一个话头 因为说不来了 要不然太丢愁了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在欺狂 啊 我是忏悔啊 就是 烦恼的深重 要不就 搞一点动作出来啊 身体动一下嘛 搞出一点声音出来 反正就是 让人的距离啊 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真正 注意到我的不好 或者说我很差 不要把焦距点呢 落在这一块就可以了 就是一种欺狂 言而道理 其实骗得了谁呢 是不是 这些小把戏 根本就骗不了谁 还有买东西 买东西 有时候看到东西不好 是不是 赶快就把东西包装好 跟老板说 换一个 因为现在东西退去去 也不好退啊 怎么办呢 你换一个好的 换一个贵的 因为你说换一个贵的 人家高兴呢 老板愿意给啊 你就千万不能说 这个东西被我搞坏了 这些都是欺狂 那么我们现在 招感的这个工业环境呢 也是应该的 因为都是坑蒙拐骗吧 工业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觉得 也是有必要啊 一一的去忏悔 一一的去认识清楚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期望呢 犯了错会怎么样 就要找各种理由吧 我记得我以前 在外面做事的时候 犯了错 他要我写这个 什么保证书 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难堪 因为这些其实 读小学的时候也写过 但是那时候 没有觉得这么丢愁啊 但是在做事的时候 人已经长大了 就我写这些 我就觉得很没有脸面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 还是去学 还是要去写的 但是那时候 人的这种烦恼 就完全就吃剩了很多 就觉得很丢愁 还要写这些 就找各种的理由啊 我犯错了 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在此我也忏悔啊 大家看啊 从读书的时候到工作的时候 包括出家之后 跟大家学习 种种的气狂都有啊 那么大家有没有 大家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是在过啊 每一天是随着烦恼多 还是随着智慧多呢 有的做生意的 不管是 这个东西的质量啊 是好是差 他都会跟顾客说 质量很好 你放心用 是不是 甚至说我们还会保障什么 有什么问题 你就跟我说 但是真的有问题 你找他的时候 他会给你负责任吗 不会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气狂 我们有没有招干这样的果报 有果推因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曾经 种了什么样的因 根本就还是谈嘛 你就是为了就是拉生意 小时候为了贪吃啊 哎呀 我的招数可多了 又怕父母知道怎么办呢 好 我吃了之后 比如说把它罐子啊 再摇一摇 用勺子把它拨一拨 把里面的东西拨一拨 就看上去就好像没少啊 父母也不知道 甚至还因为 这些去偷盗 去欺狂 我没有动啊 是不是 这些东西我没动啊 我没吃啊 你看都是在父母 福田那里造的 是的 就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嘛 但是吃也不敢吃多 就吃少一点嘛 反正我也吃了呀 你父母也不知道 看上去好像也差不多 那么为了满足自己的 这个贪欲啊 什么样的欺骗手段都有 有时候我觉得我挺笨的 但是我想我怎么用在烦恼这一块啊 就这么机灵呢 很恐怖 我就想到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老人呢 那个痴呆的那个老人 是不是 你说他要痴呆了 但是他很精明的 他烦恼这一块很精明 他总是怀疑来怀疑去 他一点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就是完全被烦恼淹没了 好 周老师在说 高中时有次英语考试 我考得特别高 老师还表扬了我 但是发下来我算出 其实是老师算错了 多加了好像是八分 别的同学很羡慕我 我也没做声 装作什么也没发声 你这个 至少你还不是主动的去吃款 是不是 不过这里面也确实是不老实啊 好 为了砍价 说对方的东西不好 其实对方的东西是好 为了他 是不是少出一点钱 好 关心再说 把东西弄坏了是吧 也是跟我一样 不愿意写 这个报告是吧 就是爱面子嘛 谈面子嘛 谈尊严呢 如果现在让你写 你愿意吗 现在让你写 你愿不愿意 我们错了 错了怎么办呢 随犯随悔 我们忏悔啊 说出来 发愿以后再不要做了 这就是 我们也要有这种责任 有这种担当啊 我们本身 错了这个国 就应该要我们自己去收啊 是不是 你自己的事啊 你自己要去担当 好 大家都有是吧 有偷有气狂 而且还有手段方法 是不是 你们的元旗都很高啊 但是我们元旗再高 你以烦恼发挥的元旗 把握得再好 最终还是会失败的啊 这是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住 我们的这个发心 是以什么去发心的 为了贪吃人吗 你这个证词的 这个 比我胆还是要大一点 你是动过之后 再把礼物送给别人吗 还是别人送给你 送到你家里面的 还是你准备送给别人 那些动过啊 忏悔忏悔啊 忏悔 愿我们都能忏悔情境啊 好 那么大家生活中还有没有 很多啊 有时候贪舒服 是不是 不愿意做事 我故意找借口欺骗 哎呀我今天太累了 我要休息一下 我没时间呢 我怎么 我这一下我肚子不舒服 我头痛 为了 找一点舒服 推卸责任 推卸事物 去欺狂对方 但是这样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啊 给自己封一个痛苦的命运 因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透支来在送人是吧 哇你的这个手段呢 还是 有一点隐秘啊 那别人也没发现是吧 好忏悔 愿我们都能忏悔情境 好小菊也在忏悔 是的 所以这个狂烦恼 欺狂 大家看 它又引发其他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妇产啊 甚至还故意妄于 是不是 你说别人呢 不是我的事 是别人又妄于 有时候还迁怒到别人 诅咒啊 诅咒自己 是的 就是诅咒 好 让我们都能忏悔情境 那么大家还有没有呢 比如说有时候 其实没那么忙啊 但是故意就表现一下 我很忙啊 我时间很紧啊 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什么 我确确实实很忙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做那个事啊 其实不是的 是什么 我不想去做那事 我不愿意帮人 好 用我们忏悔情境啊 你看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那种种的目的 是不是 什么气狂的手段都有 那么 最低最低先读吧 我们 发一个誓愿呢 一定要老实下来 不然的话 这些 造的这些恶业 是无量无别 哪里说得尽呢 根本没办法 说得尽 好 福田上有没有呢 因为福田上是关键了 等流谷 大家可以从这一方面呢 可以加深去理解 想一下福田上有没有 我们早一点人去去 再就是福田上啊 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不能糟 好 刚才我们分析到这个 狂啊 有这个 狂惑 就是欺狂 迷惑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什么 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呀 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 很厉害 甚至还有 有时候伪装啊 有时候说得好 做得没那么好 那么狂妄自大 大家有没有 有时候狂妄自大 表现得太明显了 也不好 是不是 但是我找个理由来狂妄啊 找个什么理由呢 得理不饶人 你错了 我总可以治你吗 是不是 那是你的原因 就不是我的原因了 但是你在 治理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展现出 这种狂妄啊 那么大家有没有呢 我就经常的 我整你 我整的还有理由 是不是 你看 你就应该要对我坦诚一点嘛 因为是你做错了啊 如果说你承认 我 我肯定会原谅你 但是你又不承认 是不是 你又不尊重我 又不重视我 你叫我怎么原谅你呢 我没办法原谅你啊 甚至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可理喻的人 我很多理由的 你说你要是承认了 我 我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错在你 不在我 其实这当中呀 就展现出了 很强的这种狂妄自大 好 你不承认是吧 我跟你没完 我一定要让你 到承认错误为止 甚至还去强迫 去逼迫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啊 就感受这样的果报 前一段时间 不是说疫情打争 真的是吗 展现的其实就是这种果报 那么有果啊 推因 我们想象 我们有没有造过 这类的这些恶因 是什么烦恼 引发你造作这些恶业的 是的 这个 零花钱这一块 我这一块 我不记得了 我同忏悔啊 也有啊 好 小菊说 你还发二十月是吧 那 那你要多多的忏悔啊 那真的要多多的忏悔啊 以前我记得顾问就说了 说什么 什么 叫什么海言呢 他还是没有眼睛的 他发这样的恶事愿 所以你说是什么样的 发什么样的事愿 就会兑现什么样的果报 好 愿你 速速的忏悔 清静好吧 这个恶事愿太恐怖了 这个太恐怖了 是的 风神榜里面的 叫个什么人物 我现在忘记了 他就入一宫恶事愿嘛 就是恶事愿 说什么填海言 是不是 如果有这个事就填海言 大海呀 没有眼睛 谢谢师傅 胜功报 是吧 所以说最后真的兑现了 好 小居 我希望你能够忏悔清静了 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你 忏悔清静 这个 俄国兑现的时候很恐怖 好 那么这个狂妄 大家有没有呢 狂妄最大 有时候我们不敢决散说 但是我们心里面 有没有 这个你也不懂啊 这个你也要问啊 这个你也要说吗 有没有 有时候就像小菊那样 还要发恶事愿呢 好 你现在这样对我是吧 等我好了 我绝对不饶你 有的人甚至还发什么 事愿呢 等我将来怎么了 你总要来求我吧 什么做鬼 我都不饶你 我记得在天龙把铺里面呢 那段王爷 他几个女的死了 有一个女的 他就发事愿 是不是做鬼也不饶了你 这个灯很恐怖啊 这里面其实也有狂妄在里面 我绝对不饶你 等我好了 你还有好下场啊 很狂 是不是 没有好的时候都这么狂 那么还有因为这个狂啊 甚至去打妄于 编故事 就像刚才 大家都提到了 就去欺狂身边的人 欺狂父母 还有刚才 周武师傅所提到的 为了让得到别人的认可 让别人认为自己高啊 就故意表现去有修行的样子 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妄于啊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你不知不觉之间 你言语之间就流露出来 让别人去认可自己的高 甚至磨灵两口啊 让别人觉得你就是高 那么这种打妄于的 这种果报也很惨 在冷眼睛四种情境名回 就讲到了 打妄于是什么 断一切善根 不要觉得这些随烦恼 好像是随烦恼 没什么 其实不是的啊 它是你这个烦恼延伸 以及更维系的展现 一旦展现的时候很恐怖啊 不怕你修的多高 你的这些上根呢 会齐刷刷的都断掉 所以有时候顾问很担心 因为有可能我们的 一句话就让我们的修行呢 这个上根全部断灭了 有时候回的比修的还多 哦 小菊那个就是什么 狼来了 狼来了 是不是说多了 最后说不定真的狼就来了啊 好 大家在忏悔这个偷盗 是吧 偷盗 好 子莲在说 不让父母担心有些事 那么你尽量把握好 你也不要用这种妄语的行善 就是你说话可以灵活一点 但是不要妄语 对小孩款过 不许跟外婆说啊 是的 因为你 你现在是老娘嘛 你有资格敢狠了哦 还不威胁是吧 还不威胁啊 要不然我不喜欢你啊 你这个架势真的有这个老娘的架势啊 好 是的 愿小菊这个恶事院呢 能够素责忏悔情境 千万不要兑现 好 跟大家同忏悔 同情境 好 周老师在说 我上大学时 好 有门解剖课 有个老师总是按着名单 挨个提问 要求背诵 没到他上课 我就很紧张 难受 坐立不安 因为我背不过 也很懒 怕老师和同学 把自己看低了 就偷偷写了一张纸条 放到老师书里 声称是十多名同学 联合要求老师不要提问 结果以后老师就不再提问了 你胆子也很大哦 你还敢这样 还怜悯是吧 不过你这个事 我倒想起来了 哎呀 惭悔啊 惭悔忏悔 我想到了七款啊 在手上写字 考试在手上写字 因为有的寄不来 是吧 写纸条 装在口袋里面 有偷偷摸摸 想考高分吗 大家想一下 这个手段呢 真的是千奇百怪啊 太多了 太恐怖了 现在越想越读 好 哦 你故意放牛去吃人家水道 是的 但是表面上好像还是在喝着牛 手段呢 很隐秘 好 愿我们都能忏悔清静 那我以后还要好好地收拾你 不是说今天正好 是吧 爸妈不在家 我好好地收拾你 我要打得你不敢哭声 狂吧 真的好恐怖啊 在座的有没有做什么 大姐的 大哥的 有没有这样对待你的这个兄弟姐妹 其实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些烦恼的展现 是让别人好过了 还是让自己好过了 我们喜欢这样烦恼展现吗 大家喜欢吗 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有本事的话 我们就是随这些烦恼展现 因为这些是慢引发的随烦恼这个狂嘛 你就即使再高 你想一下别人喜欢不 你一旦展现这个狂妄的时候 也没有人喜欢 是不是 至少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很耻辱 确实实实是很耻辱 那么以后我们自身在展现这些烦恼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同步地觉悟到 我这一下是烦恼展现了 我很耻辱 我们能不能及时地能够觉悟到 因为这块很重要 你有这个觉悟 你就有这种残耻心 支持而厚勇 要不然就是无产无愧 就很难进步啊 顾问说什么 就是禽兽了 与禽兽无异了 而且我们这种狂妄相 反而会把众生给吓跑的 就像刚才中文师傅说 装的有修行 其实众生时间长了 他就知道你精良是多少 他很清楚的 他看自己不行 但是他看别人呢 有时候看得很精确 而且他喜欢用尺子去量 跟你接触多了 他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一旦真实地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 就会起这种牌制心 甚至还会造恶业的 怎么师傅还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 好 因为我们都能真实地老实下来 因为我现在不搞 是不是 我就感觉我就不搞 好了 免得自己装的太好了 到时候在台上下不来 就更麻烦 英正师傅被你妹妹打吗 看来我们的英正师傅很善良啊 我是打妹妹 她是被妹妹打 好 小菊也吓唬是吧 孩子不禁跟先生说我外 说我外去玩去了 也吓唬孩子是吧 是的 因为你们都是老娘嘛 老娘的架势都要搬出来 所以只能吓到孩子啊 好 证词也有是吧 你看从小就让孩子受到这种惊吓 人家说是慈母啊 不知道在座里有没有慈母 有没有典范呢 要是有个典范就好了啊 好 我们的英正师傅很谦卑啊 好 周老师在说 以前考试不会是 就想抄书或抄别人的 就盼着监考老师有很多电话打来 让他应接不暇 或者他最好肚子痛 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 让我赢得时间抓紧抄 大家看 就是为了这个一点点贪 得到一点点分数 一点虚荣心呢 你看我们什么坏事都能想得出来 我们还觉得自己是好人 但是我们这些坏心思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哎呦我也有 周老师这样说 我想起来了 你觉得有一次是考试 是什么的 一次很重要的考试啊 我碰到那个监考老师 正好是我初中的一个老师 我赶快在纸上写了一下 我说 我以前是屈中的 那老师看了我半年 因为当时他是教我的老师啊 其实目的就是什么 希望他对我网开一面 太恐怖了 现在想起来太恐怖了啊 愿我都能忏悔清静 愿我的身口业所作啊 都能够真实的流露 真实老实下来 不能有一点点的这种奇葬 好 愿大家都能够忏悔清静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下一个烦恼 狂 狂 狂刚刚分析了啊 下个烦恼 这个 焦 焦 焦这一块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不陌生吧 其实这个焦啊 跟女字旁的焦 还有这个马字旁的焦啊 基本上是同用的啊 这个续心旁 基本上是同用的 焦也有这种 焦慢自大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撒焦 为什么要焦啊 其实我们搞这么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想别人把自己看高一点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慢呢 就是希望别人把我们看高一点 但是我们这样做 能打到这个目的吗 别人能不能把我们看高一点 打不到 是不是我们的方式方法错了 这个焦也是一样的 就是总想别人啊 把自己看高一点 就是总想让别人觉得自己 高人一等 觉得自己比较完美吧 那么大家有没有这种骄傲的展现 我们的女同胞啊 有没有 因为女人比较擅长这一点吧 所以中国古人也很高 有时候就用女这旁的焦 撒娇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撒娇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漏过哪个人的信息啊 刚才一下跳得很快 如果漏过了 请大家原谅啊 我有这种骄傲啊 首先就是这种骄慢自大 我要说的你没有话说 我要做的你没有话说 你没有话说 你现在没话说了吧 你看我的做的这个分上来了 你没话说了吧 其实就是一种骄慢自大的展现 我记得顾问以前说了 他菩萨有时候 为了摄受众生 他还故意把自己表现的邋遢一点 是不是免得众生自卑呀 但是我是怎么样的 我要坐着你没有话说 你总找不到茶吧 就是一种非常这种 我慢 骄慢自大 还有就是我决定的是 我说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 很僵硬 很傲慢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 可能中午师傅能力比较强吧 这脚慢比较多一点是吧 好 关心说 不喜欢别人撒娇和撒娇的人 不喜欢哄人 好 那么你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被别人哄呢 喜不喜欢被别人哄 还是没有遇到哄你的人呢 好 大家在父母那里有没有这种骄傲慢自大 觉得父母是不是现在老了 上了年纪了 已经是老古董了 过时了 他们懂什么呢 是不是新的这些概念他们接受不了的 这不是是不是很慢 有的父母也很慢呢 我就想到有的父母他真的很慢 你说我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过的桥啊 比你走的路还多 所以说这个慢对慢呢 有时候针针对慢忙 也挺厉害的啊 但是关键是 我们在父母那里 有没有这个慢 好 中午师傅在说 本来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好 但是找种种方法 让别人看高自己 我也有 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幌子而已 这个幌子一旦没有了 别人很容易看清我们的这个真实的面目的 所以我们都老是一点好一些 关键说是好强 是为了撑墙 表面上装的 内心有没有希望得到宠的 有没有 关键是心啊 这算不算把心为根本 对父母那里感是吧 是的 也喜欢别人看高自己 抬自己吧 喜欢说你好吧 肯定是不喜欢说你不好 很多 在座的 女同胞 有没有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啊 把自己摆得高高的 是皇上的位置 反正你们都要听我的 至少有时候要摆一摆老娘的架势吧 但是我们想过没有 我们这样摆的时候 你能不能达到你的效果 你是在你 丈夫心目当中地位高了 还是在你孩子心目当中地位高了 你越巩固 其实你的这个身份呢 是越往下降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用顾问的话就是什么 越来越下贱 因为顾问说 谦卑是征服者的最佳利器 我们傲慢是什么 愚痴者的自我陶醉 只是我们自己认为 我这样好 但是没好起来啊 你看连家人都不喜欢 连小孩之后都怕 怎么个好法呢 根本就没好起来嘛 好 子莲再说 我曾经真的觉得自己还可以的 是的 我也觉得你挺优秀的 我有自己的房子 车子 票子 好 有个比较尊重我的先生 有个聪明的娃 哎呀 子莲真的是鲜花 大家看啊 不错啊 大家看确实不错 我在家不工作 也有收益来源 嗯 子莲修得真好 虽然不多 但是周日听了会长的课 原来这就是慢了 哦 是吧 岳师傅教得好 哎呀 教得好一个土地出来了啊 好 修了子莲 不要被我的话迷惑了啊 你要是迷惑 升起这个教就麻烦了 那岳师傅就白 上那一堂课的了 是的 我们都喜欢嘛 都喜欢别人捧 撒娇有没有喜欢撒娇的 大家都不喜欢撒娇是吧 哦 大家比我要强一些 好 都在忏悔 我也同忏悔 同情境 对嘛 关心就说对了 白高自己觉得都对 因为我是你的什么人呢 你想一下 我是你的什么人 我是你的夫人呢 是不是 我是孩子的娘啊 我在家中肯定有地位了 我的地位可高了 我要掌控你们两位 是不是 一要掌控丈夫 二要掌控孩子吧 好 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一点就最可怕了 好 这个就是在迷惑我们啊 希望我们不要被迷惑了 好 让我们的紫帘呢 能真正的成为 娑婆界的一朵莲花啊 如果烦恼都清净了 那就太好了 好 这个撒娇 大家有没有 可能大家 撒娇比较少吧 但是我们也见过别人撒娇 也见过小孩子撒娇了吧 为什么要去撒娇呢 你撒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其实也有啊 只是我们有时候 没有仔细去挖掘 撒娇的目的就是 向别人训练自己 是不是 就是为了征服别人 你撒娇就是一种手段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别人 好 训了你自己就开心 那么没顺你自己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啊 你就要暴怒吧 有时候甚至两个人就要开答 尤其是女的 这个手段呢 很高明 很高明啊 但是最后只能把男的都吓跑 因为有的撒娇 最后到什么程度了 人家不抬着不开心 但是抬了之后 就会因为这个交会怎么样啊 会适从而交 显示从是不是 想别人从 从了之后就会适从而交 最后会怎么样啊 交恒保护 最后甚至 破马张飞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叫什么 坐立炮 坐立炮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坐立炮 不知道中文师傅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坐立炮 很恐怖啊 大家应该看到过 就是那种 破腹的形象 你一旦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说 就会无所顾忌 随情造业 这是女人呢 她撒娇的目的 最后研发 延伸所展现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烦恼状态 这是把你捧 顺你了 是不是你开心了 你会造这些恶业 好 到时候没有 没有顺你 没有捧你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样呢 没对你好啊 没对你好 你会怎么样 好 假如说 子怜妖虫 你先生没对你好 你会怎么样 没对你好 是的 就会恨 就会认为不开 不关心的 这个人 难道 不把我当回事吗 连关心都不关心一下吗 难道我就叫这样一个人吗 一点体贴都没有吗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说有时候 好 对你好一点 你又会怎么样啊 认为别人关心体贴 过度了 把我当小孩子啊 这个事也要你说吗 你真是多管闲事 好 这个中文师问 做地泡什么意思啊 好 在座的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就是一种 泡沫的形象 怎么说呢 坐在地上 打滚 就像小孩子一样 又哭又闹的 是的 因为泡沫 在想的时候很厉害 很吓人 好 希望这样的解释 就是不能够懂啊 因为有的这些丑态啊 不知道怎么样描述 不过这些名词 这些人还是挺会想的 都很形象 好 关于这个虫啊 虫 大家想一下 还有没有 有没有虫 嗯 我再补充一点 好吧 耽误大家几分钟 把这个话题说完 要不然下一次啊 不知道怎么开头 有的女的 女的很喜欢 很喜欢 怎么说呢 诉苦啊 有的诉苦 她告诉对方自己的伤心 是因为她喜欢得到 对方的安慰 希望得到安慰啊 刚才是谁说 不喜欢虫 那你自己对照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虫 喜欢别人安慰啊 抚慰一下就好过 如果说对方没有如愿的话 你会怎么样啊 心里就不满意 就生怨气 是不是 我在这里暗示这么多 我说了这么多 我的目的就是想你安慰嘛 你怎么还不懂我呢 再就是 你跟我说这么多 没听到你一句安慰的话 你跟我说这么多 干什么呢 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其实我就是想你安慰一下嘛 我今天辛苦了 我今天累了 你宠我一下就好过一点嘛 你这话都不说 还跟我说啊 家里这个事没做 那个事没做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交 是不是 一种交的手朵 希望啊 用这种暗示的方法 让别人宠 那么没宠道 没宠道会怎么样啊 就喜欢叨唠 有的叨唠叨唠 叨唠叨唠别人烦了 人家不理你啦 不理也不行啦 我叨唠你 怎么一句都不吭声呢 好 有的男的就说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问他又不说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你是这个男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为难啊 因为左右都不是人 我不说不行 你说我不理你是吧 我理你问你 你又不说 其实他目的就是想什么 想别人宠一下 要是把对方刀落走了 因为男的这个耐心有限呢 说的太烦了 我走吧 好你还敢走啊 是吧 你走我在家里面要 炸完炸锅的 我要暴跳如雷 大家想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教的一系列的展现 只是他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 之后能得到什么 你自己还不是在那痛苦 把彼此的缘分败坏了吧 把家庭的气氛败坏了吧 把别人也搞烦了吧 还有的你红 根本就红不住的 你越红他还越要生气 好你不红 就问一下你 你要怎么办呢 你得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 有时候这个影片上也看到过啊 我没想怎么办呢 随你嘛 但是如果说不问的话 又说你这个人 我今天都累成这个样了 你连问都不问一下吗 你根本就不在意别人 有的就是 被男的就是宠坏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受宠嘛 后来没宠了就不行 又说这个男的肯定是现在变性了 以前总是红我 现在怎么就不红我了呢 有没有啊 大家看一下 我想多多少少的应该都有吧 有的就不红 不红会怎么样呢 不红我就气 我自己在那里生气 我好冤枉啊 是不是 那林黛玉的像就出来了 眼泪不断的流 好伤心好难过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些状态 是不是因为这个胶引发的 因为刚才有的同学啊 说没有这个胶啊 你去挖掘一下有没有 很好玩的这些烦恼的展现 但是你哄人也要会哄嘛 是不是 你话要说的不多不少 你说太多了 你光 光什么 光嘴上说 你又不做 你这个人太假了 你光说不练 你说的都做不到耶 但是有的不说的话 你这点没做好你难道你就不说吗 你连自己的错误你都认识不到 你听我解释总可以吧 但是解释你还有什么理由去解释啊 你又在狡辩 好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好吧 你早知道错了你为什么还要做呢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错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你之后骄傲带来的这个效应 不管怎么样别人都拿你没办法 所以以前顾问一再强调 我们不要去宠别人 我们也不要别人来宠我们 因为之后宠的之后就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做都不好 你自己也感觉不好 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不知所处啊 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好如果大家有的就都忏悔清净 好吧 好谢谢志师傅 志师傅把这个图片发出来了 好几连再说 你在他那里很少要充是吧 哦 但是别的地方呢 别的地方有没有要充呢 也许对他希望不大吧 那别的地方呢 哦是吧有吧 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啊 好 好这个实话真话 你要看你怎么样去说 你这个实话真话 要看你怎么样说啊 你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就好 是的 暗示啊 颜色 要别人懂自己 宣自己 有时候就是希望别人宠一下自己 你好过吗 那么有时候没宠 我们自己也有宠自己的 我今天太难受了 我怎么样啊 我安慰安慰安慰一下我自己吧 我发泄发泄一下 要不然我受不了 也有的 好 好真实不是这样是吧 哦 那我知道了 那我以后 坚决不要去宠你了啊 好 免得你下不了台 不宠你自己还会从台阶下来 是吧 好 因为你永远的可以从这个台阶下来啊 成为高贵典牙的高人 好 好 好 这个从 我们就说到这里 时间也过了 好 今天我们就 一起就研究到这里 那么关于这个随烦恼引发的这个狂 还有教 还有这个禅诀啊 我们今天就只学两条啊 狂跟教 那么下节课我们接着继续 从这个禅这块 开始分析 好吧 今天我们暂时就学习到这里 是的 永远不要冲别人 也不要别人来冲我吧 因为目前也受不住 再就是要用智慧 要用智慧去面对 好 非常非常感恩大家的配合 感恩大家的这种智慧灵光的激发 愿我们永远欢欢喜喜的去入佛制 能够清晰明了 细致入味的去看清这些烦恼的 真相以及它的危害 谨言慎行 屡屡薄冰呢 彻底的来降服这些烦恼 都能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要不然说情少不如 有时候听的真的是很耻辱 至少要有一点人样吧 好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的陪伴 好 我们今天就一起学习到这里 好吧 好 谢谢善师傅 善师傅下一节课 还要接着那个 长那一块分析 没有完 是的 好 谢谢善师傅 谢谢大家 好 恭送各位 好 谢谢 我就先推了